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锁水磨力妆前修饰乳对我来说也是妆前保养的一部分哦 里面特别强调保湿最重要 因为你不要卡粉 所以里面要有个高保湿锁水磨 含了波尿酸以及甘油的成分 可以让我们的妆效更加持久 眼角细纹 嘴角的老婆婆纹或者是法令纹在上妆的时候 你就可以特别的再加强一下 你会发现眼展性非常的好 保湿性非常的高 做完这个妆前修饰保湿之后呢 当然呢 出门就要上一点点底妆 而底妆呢 你不用瓶瓶罐罐 你只要使用这个清透裸敷长效粉饼 就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效果 而且呢 我自己非常喜欢它的粉质 因为它粉质非常的细哦 另外呢 里面的柔滑服贴粉体 它可以帮助我们在底妆的服贴性 以及呢 最重要延展性 这款粉饼呢 它的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你只要直接在我们的脸颊的位置呢 利用画圆的方式 还有一个柔胶光感粉体 它利用到波长的原理 阻隔掉蓝绿光线 就能够隐藏我们脸上的毛孔以及斑点 所以我们只要薄薄的擦上一层 就仿佛拥有打光湿修片的美肌效果 而这款呢 每一次推出限量秒杀的粉盒 相信也是很多美妆控必备的单品 而这款漫游花镜波斯菊的图案呢 也是很多女孩们的梦想哦 上完底妆之后呢 当然彩妆也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这款是圣诞限定彩妆组里面 它已经帮我们把颜色配好咯 而且上面非常的贴心 也帮你标示了1234 顺着它的步骤 顺着你的眼型 就可以画出一个漂亮的眼妆哦 一 放在我们的眼窝 把光泽度做出来 二 在我们的前眼瞼的地方 接下来三 在我们眼尾的地方 来做加强 画上眼线 眼球的位置中心点 再加上这个高明度 增加你眼睛的亮度 夹彩的位置就是在我们的眼角 跟鼻翼交界处这个地方 可以自然画出一个漂亮的苹果肌 这样简单的妆容就完成了 尤其是呢 特别针对在底妆的部分 我们利用到裸夫长效粉柄 达到一个更完美的底妆效果 不管你是要变成拜托小姐 还是时尚女王 甚至呢 你就算已经是亲手阶段 也不要成为最后的灰姑娘 这个时候呢 在我们的底妆的部分 好好地把它画起来 另外呢 强调整体妆容的重要性 这样子我相信每一个人 都可以成为大家注目的焦点